我发现那些过了40多岁来找我测算的人 他们的微信名很多都叫厚德载物 去他们的家里或办公室 往往常常也挂着厚德载物这四个字 那么厚德载物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它其实说的是我们的获得的所有的东西 跟我们的品德是保持平衡的 比如说金钱房子这些外在的财富 它是羊的东西 而品德能力是阴的东西 如果你的金钱你的物质超过你的品行和能力 就会出现大阳大于阴 阴阳它就不平衡 不平衡它就会开始某一方出现减损 要不你就把品德提上去 去平衡物质的东西 要不你就需要捐款捐物多做工艺 把阳降下来把阴提上来 如果你不做 可能天道也会去做 比如说你的钱过多了 那你就会生病 比如说你会突然的破财等等 也就是说你的品德没有提高 你的钱还越来越多 这时候你的身体 你的家人可能都会遭殃 所以说呢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只有品德好的人 内心足够强大的人 才能够真正驾驭财富 而你没有这种品质 没有这种胸怀去驾驭财富 那么这些财富也只是过路 抬神不会久留 你不做梁文猜 你不做梁文猜 我叫你渗病